开始了吗 我们刚才有一些技术问题 抱歉 看一下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先检查一下 哈喽 下午好 开始了 我看到我自己了 听得到我说话吗 大家 因为我们刚才有技术问题 来 已经上线的朋友跟我说一下 下午好 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 求胜心切 现在才有25个人在看 快点进来 因为原本我就在想说 节目的一开始 我要先说 今天让我开心的三个理由 可是我在想要有 朋友上线了 我才可以说 不然我说也是白说 所以已经上线的朋友跟我说一下 哈喽Vinus 哈喽Yu Lian Hi Anthony Hi 大家 这个有点吵 我还是不要用了 Andy Hi 没错 我跟你说 OK 等一下 等一下我再说 Hi Vinus Hi Kidwa Hi Albert Hi Juju 是吗 应该是 OK 70多个人 来大家帮我分享一下 我又忘记通知新米日报分享了 因为今天来上节目的同事 是新米日报的记者 不过等一下才请他出来 OK Hi 魏龙 哈喽 好 我要说了 应该可以了 70多个人在看我们的节目了 我要说我三个开心的理由 第一就是恭喜我们新闻这个新闻中心的体育记者 安远策中了昨晚的一场比赛 耶 Woo 自己会自己做生效 OK 安远呢就策中了昨天晚上那个墨西哥对韩国的那场比赛的比数 OK 他策中了墨西哥以2比1 胜出 耶 终于 也不是终于啦 OK 所以现在只有他 到目前为止只有他策中了两场比赛的比数 OK 不容易啊 真不容易啊 Hi Priscilla Hi Hi JM1 Hi 还有谁 春标是吗 Hi 对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在恭喜安远了 终于好像有中奖的感觉 OK 然后我要说第二个开心的理由就是我今天穿的球衣是不是很漂亮 要谢谢同事借我球衣 OK 这个应该是新的衣服来的 因为他连那个label有没有 那个标签都还没有剪掉了 你看 然后这个 这位同事呢 他是日本的球迷 然后他这么愿意这么大方的借我他的球衣 我很感激 谢谢啊 Thank you Thank you建伟 OK 然后我要说第三个 让我开心的理由 就是跟今天的来宾有关 张张 Hi OK 他是新闻日报的体育记者张军 为什么会开心 因为我等了那么久 终于 终于等到你上节目了 因为之前你来是跟雨婷搭档对不对 对对上新新月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私底下认识蛮久了 我们也是从打球 在公司里面打球开始认识的 然后篮球 篮球吗 英式女篮 哦英式女篮 对 netball 然后呢 最近几晚了 我们有私底下就是在看球的时候 边看球边聊 对陪彼此看球 对 会传简讯这样子 所以呀 哈喽 欢迎你上节目 你好 大家好 OK 看一下还有谁啊 OK 所以有人已经直接在开始讲那个 今晚的球赛了 OK 今晚还是有三场球赛啦 你等我一下 我先回应一下 群腰叫我戴另外一顶帽子 我不要 我就要戴德国 我怎样 因为 因为德国好不容易啊 你知道我买了很多跟德国有关的道具吗 我都拿的是德国的 我多么担心啊 他昨晚就拜拜了 你怎么知道 是 吓到我了 天哪 可是可以不要再给我们看球的人那种 好像要心脏病 对 心脏病爆发 心脏病爆发的感觉吗 OK 所以如果你没有看球赛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有看啊 应该有看 今天凌晨的那一场 因为 因为昨天晚上看完 今天可以好好睡觉嘛 所以可以补觉 没问题的 所以是德国队瑞典的那一场 对 我真的以为 德国这次就完蛋了 太惊心动魄了 是 然后来 就是他们先落后一球 然后来追上了 对 然后到了不足时间 真的有需要 而且留下20秒的时间 差不多 对 然后就 Tony Cruz 哇 那个球太美了 对对对 他是踢得很美啦 对对对 真的真的很美 他踢进去了 就让我 瞬间让我想起 他这个球好像比C罗的都美了 我总觉得 对可是就是好像 终于出现一个救世主的感觉 是是是真的 真的是那种感觉 因为其实 这个Tony Cruz 很多的话题都围绕着他 好像就是 对对 因为 其实他们第一个进球 瑞典第一个进球 是他传球失误导致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可能就 也可以讲是说 他将功补过这样子吧 对对对 赎罪 对对赎罪这样子 哈哈哈 你可以想象吗 如果他那一类 那一类球没有进 多少人要哭啦 真的是 还有多少人要输钱啦 对 对德国估计就再没有那个支持 再也不会支持德国 对 OK 然后所以这是Tony Cruz啦 还有他讲什么 就是 呀对 因为就是他 你是说他在完场的 完场前20秒 踢进了这一球 对吗 其实在 那个德国的龙门那边 就是那个瑞典的那个球员 就后来有看到 有分析说 他其实就不应该踢那一球 他其实就不应该尝试 好像要破门这样 应该在那边拖时间还是怎样的 可能去打corner flag啊 还是怎样的 可是就是因为他设了 然后牛儿接住了 然后哇 他的那个球也丢得很远 你有没有看到 所以从那边才 就是间接就 对对对 得到了一个 整个这个球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所以后来看到一些分析 也是讲说那个瑞典的球员 太天真 对对对 太小看这个德国 我刚刚就是看到一条消息是那个德国队的助理教练呢 然后他们不是赢了以后 他们跑去瑞典那边去跟人家示威 有点示威的感觉 对 然后最后发生冲突了 可能因为我们看完真的是很累了 可能就睡觉了 去睡觉了 真的 后来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小插曲 对对对 不过瑞典也是蛮可惜的啦 他就撑了 对啦 90多 90多分钟了 最后一下子给输掉了 所以现在本来是很有优势 现在变成劣势了 对 然后肯定大家应该是有要问一下 这个小组 小组德国是不是能出现 对吗 因为现在基本上最稳的是墨西哥了 对吗 最稳是墨西哥 但是就说其实到现在为止 就是这个两轮踢完了以后 他们四支球队都还有 机会 对对 尤其是韩国 其实他输掉了 他居然还有理论上 可能晋级 对对 因为那个什么 现在墨西哥6分 德国和瑞典3分 那个韩国是0分 但是就是说如果韩国最后一场 踢赢墨西哥的话 对 所以他还是 不是 什么吗 踢赢德国的话 对踢赢德国 sorry 我也没有在状况内 昨天谁叫我跟我们两人都 OK 所以如果韩国在最后一场比赛 可以踢韩德国的话 对 然后德国3分 然后瑞典3分 就是说如果瑞典也没有踢赢墨西哥的话 对就是墨西哥6分就肯定晋级了 然后德国3分 然后瑞典3分 然后韩国也3分 就是三支球队都是3分 所以就是要比他们的精胜球 对精胜球完 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们的教育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要看到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了 对 但是韩国 德国就是跟韩国对垒嘛 所以大家还是会觉得德国会赢 对吗 可是现在没有包的 没有一定的我觉得 对了到现在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分析了半天 就是说他如果是踢进两个球或以上的话 就是对垒韩国的话 应该差不多是能赢那个能晋级 对就是打破这个未免的魔咒 对对 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未免冠军 就在下一届的世界杯都是很糟糕 对对对 下一届就很糟糕 都是小组就倒 对没错 OK 所以群耀就讲瑞典其实踢得不错 有很多进球的机会 哦瑞典的防守昨天做得非常好 尤其上半场 哇那四个人在中间 整个就让德国只能重边走 重边走你肯定打不到他心脏 你肯定进球就会难嘛 所以昨天上半场他们做得真的非常好 对对对 所以到后来呢 到后来你有看到吗 到后来还是到了下半场 就还是有点乱 而且那个谁 那个他那个德国教练勒夫的那个 换人挺重要的GOMES上来以后 整个他因为他有两个点了嘛 一点不行有两点 第一个进球不就是这样子进的 第一点GOMES错过 然后第二直接不上来进的 对 所以整个就一下打开局面 一进球就打开局面 怎么都会比较容易 但是只是说那个进球有点 太进行动了 对我跟你讲 最近的世界被看到现在 我真的觉得不可以太早睡觉 是 然后上 昨天 昨天不是还有一个巴西的 对 那场有人是把那个 他们堵的那个东西 提前给烧掉了 烧掉真假的 对真的真的 然后结果 我还看到那条消息 一分钟跟九十七分钟 对 对 哇 他们是垂心肝 没错 所以真的是 所以最近这两天都有一些 连续两天 在补足时间 踢进的那种制胜球 对 没错 所以真的不到最后一分钟 不要放弃 千万不要 对 这也是足球教会我们的事情 这也是足球精彩的 就是这么吸引我们的一面 是 OK 所以讲完了 昨天的 今天凌晨的德国那场比赛 我们讲一讲今晚的比赛好了 好 没问题 我们先从英格兰开始 英格兰 OK 英格兰 怎样 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我临时做的笔记 OK 英格兰的话是今天晚上八点 要对巴拿马 正好是大家的时间 耶 不用再熬到很累 但是两点那场也不错 等一下才讲那两点 我们先讲英格兰的这个 因为英格兰跟巴拿马 巴拿马是跟比利时 还有图尼斯 对不对 对对对 是在同一组 同一组 对 然后昨天 比利时大胜 狂胜 OK 5比2 七个进球 是 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多进球 这本届 本届 然后还有在历史上 是第九个打出5比2比数的球赛 然后呢 好笑的是 就巧合了 OK 世界杯历史 历史上第一场有5比2的那个成绩 就是在1934年 而且那时候是 要很久很久以前 而且是比利时输给德国 德国 那时候 所以有一些巧合了 OK 所以这是昨天晚上的比赛嘛 然后可能在这个小组里面 比较受关注的就是比利时跟英格兰呢 那肯定是 因为纸面上他们的实力应该是比较强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比利时 哇第一场三历 然后第二场无力了 所以英格兰你要怎么样反应呢 比利时就基本上已经进了嘛 然后英格兰那肯定是这场拼死都要赢了 这场赢了以后 他就啊 就晋级就 就已经就没问题了呀 两只血手就晋级了 所以他肯定这场一定要争取赢 对 而且巴拿嘛 对不起啊 我又要讲句话 真的是 应该是十又八九拿下的一支球 对不过 对不过 巴拿嘛上一场踢的真的不错 尤其是前半场 对他的防守也是做得非常好 所以真的不可以低估任何一支 能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呀 对而且英格兰的主帅也有提醒他们的球员 就不要轻敌 对没错 巴拿嘛 0比3输给比利时就是会很好踢的一个对手 是是是 看赛国应该是 巴拿嘛可以了 真的比赛当中真的不是这样子 对 可是我们需要 他的防守很凶嘞 很凶啊 他的身体对抗跟真的还 所以就是说英国为什么我觉得他还可以胜 就是因为因为本身英格兰 英格兰队或者说英超 他们的比赛都是大部分都是以身体对抗为主 所以就是说这一点上他跟巴拿嘛比起来他不会差 对对 然后我觉得今年这一支英格兰球队好像还蛮有速度的 年轻球员啊 但是你要知道上一场比赛巴拿嘛五张黄卡 你可想就是说一场比赛有五张黄卡这是第一次 然后第一刚刚受到那个什么非法的那个罚款 然后两两差不多两万欧元 对 所以今天这一场比赛我相信他们也是完死一搏了 一定是拨命的 对 所以哇 确实不好踢 还好不是我们踢 不可能是我们踢 对对对 英格兰这第一次 可是我们是不是要关注一下英格兰有一位商兵啊 阿里一样大腿拉伤了 对对对 今天应该是不会上场了 因为就是昨天前天爆出来的一条消息 就是说那个 他的主算 那个他的一个笔记给 被泄露了 曝光了 对对 他应该会让那个什么 让齐克 会顶替他的 对对对对 一直都觉得这位球员的名字 Lofters Chick OK anyway 对 OK 所以应该由这个Chick来顶替这个 应该是由他 对对 然后另一个可能被换下就是 Stirling 对 因为他擅长 真的是 没有什么发挥了 终于没有什么发挥 对对 很平庸 然后换上一个 可能会换上一个比他还要年轻 还要有拼近的人 对对对 就叫Marcus Rashford 没错 在曼联保鲜还是不错的 OK 可是你会觉得说这两个 就是这两个位置换了之后 会影响到英格兰的作战能力吗 阿丽的 我觉得阿丽的位置 我觉得可能会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影响 但是就是说 那个Stirling那边应该是没问题的 阿丽那边因为他们 他跟KN的配合 对没错 他们Sport配合习惯了 所以一下子可能会不会有这个 不太适应 可能有一点点担心 对 其他应该没问题 不过 凯恩这两天的状态超级好 你怎么知道 这两天有踢球吗 你有去看他踢球吗 上一场比赛超级棒哦 对啦 他也是在补足时间 用头顶 对对对 补足之前一个 两个真的都强点很好看 可是这个关键就是那个制胜球啊 对啊对啊 但他强点很好 所以就说如果这样子的话 真的是有希望啊 再怎么说 他都应该比温如你好了 不是一般的好可以吗 OK 所以我才觉得说 今年的英格兰应该还有一点点的希望 对对对 最起码他有这么好的一个前锋 真的不容易 对 只要他 一个很踢球的前锋 对希望他的后卫 千万不要犯错 这个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对对 根据英格兰的以往 对没错 是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其实 所以巴拿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是吗 巴拿马只是说他防守好 对 然后如果要是说 他上半场可以 就是说英格兰如果能打开的话 就是把巴拿马这个防守能撕开的话 那就没问题 如果要撕不开 真的是巴拿马的防守 就是那样子一个摆一个大巴 在跟前面的话 真的很难突破 用短船呢 速度咯 你知道英格兰短船 我随便讲的 短船要是 要是英格兰里面有多几个西班牙球员 那就差不多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张军今天要戴西班牙的帽子吗 逊中 他是西班牙的球迷 我就说哎呀那你戴西班牙的帽子好了 就他今天很混乱 对没错 混搭 OK我们看一下朋友们 他们对这场球赛的预测 A型发比较不一样 他说英格兰对巴拿马应该是0比0 你太小看英格兰了 也不一定 如果巴拿马不都讲了吗 后位后位呀对 前锋打不开的话 确实是有可能啊 嗯嗯 巴拿马防守真不错 我是有私心的 因为从小就看英格兰 嗯 EPL这样 对 Vincent觉得是英格兰小胜1比0 SCX觉得是英格兰2比0拿下巴拿马 哇 Anita比较大胆 他说英格兰3比1 哦 会有那么大的比数吗 巴拿马会进球吗 哈哈哈 你是至于巴拿马 我是觉得英格兰好像不会进三立球 有点难度是 呀 平定是觉得2比0 智昆 跟我的一样 0比0也是勒 他讲 打平巴拿马 1比0 2比0我觉得差不多 嗯 没有 比特觉得是1比1 哦 OK 智昆觉得因为 他说0比0 因为英格兰是富贵脚 要留下来打英潮 这个 呀 OK好 有时候那些读者的那个 阿民观众的留言还蛮有趣的 是 没错 富贵脚 好玩吧 对 直播好玩吧 是 因为之前我们要做直播的时候 就有记者觉得 哎呀 怎么办 人家说错话怎么办 是 像他们说其实是很好玩的 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有点担心 对 呀 OK 所以张军对这场球赛的预测是 2比0 2比0 英格兰 英格兰 OK 耶 最好是这样 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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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吧 OK 嗯 两年前的欧锦赛 你是彻球女王 哦 今年好像还没有彻中 我等你 我等你彻中 所以好朋友现在安远 以2比0的那个 OK 好 恭喜安远 OK 那我们看怎样啊 B呢是觉得说 英格兰很喜欢踢进 伊利球就不那么积极 要看啊 如果对手也踢伊利 然后他们就积极 就像上场就是这样子 对啊 Kelvin是觉得 可能英格兰的胜算是 55% 55%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讲啦 可能有巴拿马有45%的 chance 这样啦 还是有一些朋友觉得是大比数 3比1 到目前为止 好像有近三球的就是比利时跟俄罗斯 俄罗斯 然后西班牙跟普太亚那场嘛 对对对 就这三场应该是这样 OK 0比2巴拿马 是什么意思 巴拿马升 不知道 还是0比2 0比2巴拿马 应该是巴拿马升2比0的意思吧 不知道 OK 反正大家的预测大概就是 两三例进球这样子啦 OK 差不多 所以这是英格兰 然后呢 我们就要讲到最后一组 H组是不是 这个 对 最后一组的那个 第二轮比赛也要开始啦 然后H组里面有谁呢 就有波兰 哥伦比亚 日本跟赛内加尔 然后可能开赛之前 比较备受看好齁 人家觉得 这个小组会出现的两支队伍 就是波兰跟哥伦比亚 可是结果 OK 两队都在首轮的比赛 第一场比赛 输掉了 这个现在就很吊诡很奇怪了 就日本跟赛内加尔在上面这样 对没错没错 所以今晚的球赛 可能要比较关注的就是 明天凌晨2点的那一场 波兰队 生死之战 哥伦比亚 你的国旗可以拿来用了 哦呀 真的有点 今天很大 绝对很大 OK 所以波兰队哥伦比亚 怎么看呢 我这次有点不太看好波兰 尤其看他第一场打比赛 因为波兰跟德国的那个个性啊 这个身体 身体 身体体 就是高大 身材 身材高大 所以好笨啊 身材高大 所以就说 当我那天看那个波兰那场球赛 我就第一感觉 这是波兰队还是法国 德国队 因为德国第一场球赛也是跟他们一样 就是跑不动 然后就站在那边 然后好像等球来 然后来万人来那边傻傻的 很可怜 可是他也是 对他也是在国家队里面 不知道来可能是因为没有球员的 没有人支持他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感觉他好像很孤立无助那样感觉 所以你真的看这场球赛就有点 哎呀 就是为这个波兰队感觉 哎呦 就来万一个人 没有人去支持他 真的很难 反而是赛内加尔 踢的真的非常好 他的技术真不错 对对对 虽然大家可能只认识一个马尼 对 他的小配合 好美啊 有点像那个那天墨西哥打 那个德国 真的好像就是一个翻版这样子 所以你就觉得 有点可惜 但是没办法 那天赛内加尔真的踢的很好 嗯嗯 然后所以来万 OK虽然他在对那 第一场比赛对赛内加尔那一场没有进到球 不过呢 他其实在过去16场 国家队的比赛 有进21例球 所以没有而且他这阶 那个世界杯预赛 他进了16个球 是最多的是不是 对没错啊 所以他的队伍应该不烂啊 因为他一定要有人专球给他 他才可以进球啊 就跟他自己抢自己带自己踢 可能这支非洲球队太强了 嗯 还是可能是一个克星也有可能了 反正那天踢的是真的不怎么样 OK 而且下半场虽然来万就是说 被换了一下位置以后 他感觉上他活就是踢的比较活跃一些 但是 进不了球就没有用 对 其实他下半场他们射门机会是蛮多的 但是抓不住机会 OK 对 可是如果是对垒哥伦比亚 你觉得波兰的胜算 你觉得波兰的胜算 哇 哥伦比亚那天输给日本 说句实话 日本真的是很轰啊 轰啊 轰啊 僥幸 我等一下就想要问你这个 所以 所以 你想差不多刚刚开赛 第三分钟 对 就被罚下去 对被罚下去一个人 十个人对十一个人 怎么办 而且那个又是个点球 又是个罚球 对如果要是没能够罚球的话 我觉得哥伦比亚真的 未必会输来 嗯嗯嗯嗯 他们踢的其实真的很好 嗯 很好吗 刚刚十 刚刚被罚下去以后 十个人直接能还能 直接会扳平 对 然后像 你知道那个自由球 又教会我什么吗 什么 就以后踢自由球 不要踢高了 踢下面 那个就是出其不意嘛 谁都没有想到 对啊 因为人家都会跳啊 自由球每个都是啊 全部都从上走 没有人想到会从下面 就这么来了一个出其不意 对 就是印象最深刻的自由球 对 没错没错没错 嗯是 哇足球教会我们好多事情啊 没错 哈哈哈 然后还要讲的是 你要你要说什么 我说我要说的是乙兵 那天不是讲了一堆的人生道理 对 如果有一直有 在看我们求生新切的话 乙兵那天来 还是跟我讲了一堆人生大道理 然后我当时没有办法接 可是后来我就觉得 嗯也对了 足球从足球闹中 真的是可能学到一些 好多事情 真的是人生道理 对 以后有机会再分享自己踢球的那种经验 嗯 我也有也有一段那么一段 你也有踢球吗 有小时候 哦 哈哈哈 玩玩的那一种 手也可以脚也可以啊 好厉害哦 哈哈哈 有有有机会再分享 OK 所以我们讲回这个波兰队哥伦比亚 OK 所以哥伦比亚 今天因为那个Sanchez不可以上场嘛 Sanchez不可以上 因为竞赛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什么J罗肯定会上 J罗上场受伤 然后差不多五十多分钟才被换上去的嘛 然后又是十个人 你让他发力真的是没有办法 所以今天这场我觉得他们是卯足了劲 尤其他跟那个谁法尔靠两个人 对对 我觉得可以 有人不知道J罗是谁吗 应该不会吧 哈哈哈哈 哈梅斯和Nanny 哈梅斯和Nanny 哈梅斯Roger Goss 我这边写错了 我自己OK好 应该太累了 Anyway 中文叫詹姆斯罗德里格斯 所以他就是J罗 对J罗 对对 OK 所以他应该商与会上场了呢 对对应该是 今天应该会上场了 对 因为那天T就 看不出来他上 因为是说那天就是 教练就是为了保险期间 因为他没有想到他们 不会输给日本嘛 而且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所以也是挺意外的 为了保险期间才下半场上 所以应该是没问题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数据 可以供大家参考 就是这个哥伦比亚 踢了19场的世界杯球赛 全部都有进球的 OK所以今晚就明天凌晨 应该会有进球看 至少有两三个进球吧 我觉得 所以你要直接预测吗 我们再来看留言 你对这场球赛的预测是 哥伦比亚胜 2比1 2比1 对 OK 来我们看 坏罗会进球 法尔靠会进球 以为一力了 刚刚好 等于来万进一力了 进一力了 对 有 安妮达的预测跟你一样 是哥伦比亚2比1 英雄所接略头 XX也有 不是XX是拿波兰赢的 波兰赢3比2 但是波兰不懂 会不会进球的 除了一个来万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叫什么 米利克 米利克 对对对 他也可能 他们两人 应该是有希望吧 来万不要再孤军奋战了 可怜的 Desmond讲D&D是谁啊 D&D 你在考我们吗 D&D是合合吗 JoJo 哦 哦 对就是半场合 然后完成 半场也合 对合合 OKOK 吓到我了 我还以为是哪两位球员 我们不知道名字啊 D plus D 要发位 安德尼也是支持 哥伦比亚 嗨 Jasmine 下午好 哈喽华琳 应该是哥伦比亚 对相对来说 不过这一组说句实话 是实力挺均衡的一组 对对 日本本身也不是一支 说句实话很差的球队 虽然说 在那个什么 世界杯之前才换阻 所以不久 对对有发现 还好 他比西班牙好一点 对哦对了说起这个来 我们再说个八卦呗 讲八卦吗 OK好 那个什么 因为哥伦比亚就是那个Sanchez 不是被罚下去吗 然后他收到死亡通知了 嗯对 然后会很怕对吗 如果 哎呀 反正哥伦比亚对 哥伦比亚你也知道 之前因为毒品啊 所以这个国家一直都很乱 所以 在1994年就发生过这么一次嘛 然后挺震惊世界的 对世界主谈的 所以这次又出现了这么一个 确实是 让人听了 踢足球还会丢性命吗 好恐怖 对了理智一点好不好 踢足球就有赢也会有输 有一第一比赛第二嘛 对对 希望这些人只是讲讲而已啦 对对对 是没错理智一点 对对 OK 这个不是八卦咯 这个是 真的是我觉得看了以后会 会心里面会很不舒服咯 如果我是那个球员 而且他是代表一个国家 为一个国家的荣誉而争光 然后居然会这样子 我觉得是挺悲哀的 所以球员的压力很大 所以那天 那个谁 那个 内玛尔哭到 大家有看吗 内玛尔哭到 好像巴西已经拿世界等了 是是是 真的哭到 你看了会很心疼 很听痛对吗 因为我来我觉得很假 他想哭什么啊 你还没有赢 那是他一种压力的释放 对对对对 因为他一直就想进球嘛 然后好像 进不了 对对 然后一直试一直试 攻门攻门攻不下来 好容易他自己轻胜 自己进了一粒球啊 对 而且巴西赢了 对而且自己的一种突破 这个很重要 他突破这个这个进球的话 以后接下来可能 他就真的是很碎了 对对对 OK好 所以不要批评他们 他们那么多 所以巴西好像又有 又有冠军箱了哦 还好啦要看 接下来的比赛 对对要看看这个 最后一场比赛对 OK好 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 你刚才有讲到 日本其实看起来也不太差 所以我们要讲 最后一场比赛啦 就是今晚十一点的 日本对赛内加尔 所以你觉得说日本 我本来想要问你啦 会不会觉得日本上一 上一场比赛赢的是 侥幸 是有一点点侥幸 但是他们 你从他后来的配合 和整体整体的那个防守来看 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对对对 所以我我我后来是觉得有点惊讶 因为但是 还是还是会回到原点 就是十个人跟十一个人的 那个配合是不一样 因为你防守也好 进攻也好 你肯定少一个人嘛 他十一个人整体上整体下 就会不一样 所以 你可以说是 日本配合好 但是又不能说 他真的就是说 怎么好 因为最主要就是 还是少一个人 但是他确实是打出一些挺漂亮的配合 后卫的防守 做得非常好 对 所以他现在 执行力非常好 可能亚洲团 亚洲球队里面 你比较看好的一队了 你之前可能 其实是 那时候 人家讲韩国 是不是看起来比较好一点点 可是韩国都打不出 因为有孙星明嘛 所以大家可能说 对韩国的期待比较高一点 但是 从昨天那场比赛一看 韩国真的是 跟日本相比的话 反而日本真的是表现得挺 非常不错 而且拼搏精神 虽然韩国昨天也是特别拼 但是相对来说 日本 因为日本脚下技术好 对日本脚下技术好 对日本脚下技术好 而且这两个老队员 他们都起到相当好的作用 谁 Kakawa 对 另外一个是谁 两个老队员 Kakawa 还有一个是 HONDA HONDA是后来才上场 对 出的是首发 然后我姐就想 这个HONDA还在提啊 是比较回来的 是比较回来的 对 对 因为日本 就是说他们也是有点青黄不接 对 所以最后没办法 这些老的HONDA 全部都回来了 对 但是塞内加尔 其实 我要说是塞内加尔 我挺 我挺意外的 为何 这支非洲球队 尤其他又是最后一支出场的嘛 那天就是跟那个波兰那场 对 对 我们两人要想半天 对 跟波兰出场 他那天的配合真的是 相当漂亮相当漂亮 我真的没想到 我以为他应该是跟其他差不多 应该 对 对 可是你不要忘记 以前塞内加尔 他也是有 在世界杯上面有蛮好的表现 对啦 当然那是2002年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就他把那个 那个谁 那个法国 踢走的 对对对 所以可能也不可以小看他们 对对对 尤其是这些非洲球队 嗯 比较神秘一点 我觉得 大家对他们不太熟悉 对 但他们的打法很快 而且他的身高 我没有想到 哦跟 真的是跟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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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队 哇真的是一直对抗 对 所以一点都不说他们 而且他中 中卫那两个那个高个 可能我如果没记错 两个都在1米9以上来 对 我们的日本队 对 所以我就要问 是不是塞内加尔就有那个 身体上面的优势 但是而且他们脚下技术不差 嗯 这才是关键所在 所以 真的这场球赛日本挺难提的 嗯 除非 再有 这么好的运气 哈哈哈 又有人 诶吃红卡 诶下场 对对对 对对 对对 我觉得还蛮有笑的 或者来个乌龙球 然后要玩V VAR VAR 想说这个VAR 嗯 嗯 OK 已经有 就是这么多场球赛 真的都蛮多场球赛有用到这个VAR的技术 对对对 几乎 应该是差不多每一场都有了 而且现在每个人都成习惯 球员也好 教练也好 一发生什么就画 这边画 然后你看见那个观众才是 哈哈哈 打算就在那边画 对对对 所以不跟你一开始有emed 所以我从以前就看橄榄球的时候 他们才会画这个地SE 是不是橄榄球 是橄榄球吗 对不起我对锻滥球不太 好像是欸 我一直想不起 A כל 反正 这个VAR的这个东西 会 所以多多少少会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带满 对对精彩度会少了一些 就学校有争议才好看嘛 可是你可以想象吗 就因为有了这个VLR的技术 有一些罚球本来球裁判是没有给的 然后可是后来因为有这个VLR这个东西都给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以前的球赛可能有一些 那马拉多那那个双迪之手恐怖没有了 对啊对啊 就对有些人来说是觉得说 可能有一点影响那种看球的乐趣感 对对对就是有利有弊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有一点点 我还是接受之前以前比较原始的东西 我觉得那样子的才会精彩 然后因为你聊起来比较多东西聊啊 你看马拉多那那是我跟我爸爸 我是第一次看世界杯 就从那时候开始的 真讨厌 还能好好讲话吗 好好聊天嘛 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我才看起来 所以这个就太太太机身 可你看到今天为止我们都在量 对太机太经典了 接下来我不会再讲到 哦那边VLR这样谁谁谁进去 就没意思了 OK我们看一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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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ghen觉得是赛内加尔2比1日本 然后又有平丽也是觉得2比1 应该是赛内加尔吧 Sim是觉得1比1 Alvin是觉得赛内加尔 好像大家都一面看好赛内加尔 看好赛内加尔 不过也有Steven说身为亚洲人 所以支持亚洲队 Gambarte ne 对的对的应该是支持的 OK 但是我们是要 我们是要 要 以事论事 以事论事 Mervin说应该会合 然后Henghen更大胆一些 他说赛内加尔 有可能拿下世界杯 是有可能啦 球是圆的啦 是没错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是当目前为止 没有非洲球队拿过世界杯 对的 都是欧洲跟南美洲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吧 哇这个就 哇这个会是 不敢对 如果拿下 比希腊拿欧景赛还要 还要让人惊惊乐道 对不对 没错 Vin说给VAR这个系统 看来大家都 开红卡 看来大家都对他 是有一些意义的 对 Anthony说你跟他一样 86年第一次看世界杯 哦呀嗨 大概是同年龄的 可是好 那首很小好吗 好啦 所以你对这个 日本对赛内加尔的 球赛的预测是 我讲了这么多 大家应该知道 我还是比较觉得 赛内加尔会 对 虽然我们是亚洲人 应该支持日本 但是 我还是觉得 赛内加尔会比较 更那什么一点 所以你的预测是 2比1 赛内加尔 赛内加尔 你还是觉得日本 还是有机会进球的了 应该是有机会了 所以还是要支持日本 支持我们亚洲球队 很矛盾耶 对 有时候人真的是 有时候看球赛 你真的感觉神经错乱 对 一下子就 对 要支持这个A 支持B 支持B 对 他还踢得不错 那我下一场支持他吧 所以很累 然后如果女孩子 又有帅哥 那我要不支持他吧 他教练很少 要支持他吧 对对对 我觉得有几对的 那个教练还不错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OK 已经记错了 有一个人的那个画面 在我头脑里面 这我已经忘记 是哪一队的 中分 然后高高 每次穿白色衬衫的 是不是昨天的那一场 是摩洛哥的吗 还是摩洛哥 好像是昨天 好像是摩洛哥 他后面他每次出场 他都会穿件衬衫 因为是他幸运的 是吗 白色衬衫 对 对对对 搞不好现在谷歌一下 反正以后我搞清楚了 再跟大家说 应该是应该是 昨天对 昨天输了吗 还是昨天 摩洛哥还是昨天 我记得是昨天那场 不是昨天 前天对不起 前天那场 前天也不是摩洛哥啊 跟澳大利亚踢那场是 天哪 现在真的是神经错乱了 跟澳大利亚踢那场的教练 澳大利亚跟谁踢 丹麦 可是我讲的好像不是丹麦 OK 反正我以后搞清楚 要再跟大家说 惨了 我们可以去整理一篇 世界杯 最帅主帅 最帅主帅 OK Sara讲 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 请问另外一位美女是谁 来美女自己介绍 咦 不对 我为什么会自认自己是美女 因为他讲另外一位吗 就是说有一个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 你咯 你咯 你吧 你啊 来报告大名 应该不是你刚刚介绍吗 什么 刚才好像没有讲是吗 忘了 有 一开场我就介绍你出来了 对我叫张军 新明日报提出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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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ara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直播 Sara你好 Sara Sara 亚洲队非常拼 所以应该会有进球 嗯 日本的 日本真的很拼 没错 可是Mervin还是觉得是 合球0比0或1比1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0比0的比赛 是还没有 然后Anthony说 他86年看 马拉多娜的时候 他12岁 哦 OK 所以你也要叫他哥哥吗 应该是 但是为什么要叫哥哥呢 好好玩哦 张军你要多上来 跟我一起 不要 因为我们熟 可以随便 哦对可以聊很多东西 对对对对对 有啊因为你要你看 轻轻松松去过了45分钟 哦真的吗 真的 OK 所以这是 张军今天的分享 嗯 谢谢你来上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你 哦不用这样子 昨天就睡3个小时 OK 大家都很辛苦 不管是记者 追求的朋友也很辛苦 你也是很辛苦哦 8点就进来了 你没有睡多久 你7点呢比我还要早 这两只是一个月 我昨天都更加了 就这一个月而已 对 我还是觉得我穿长袖的衣服不是很好看 不错啊 然后我要减肥 美女吗 嗯 谢谢你啊 谢谢 OK 那你应该是今天支持日本是吗 因为同事借我的 我没有其他就有遗传了 我没有其他就有遗传了 那你是支持吗 哈哈哈 我要我要 嗯 嗯 嗯 我觉得赛那家还是会六手一球 不过我 心里面还是会希望日本可以赢啦 对啦 对对对 嗯 OK好 所以谢谢张军的分享 今天是星期几啊 星期日 是星期天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啦 周末拜拜 明天再见 明天见拜拜 拜拜